《水浒传黄泥港十万贯结案》 《水浒传》中最大的一期结案就是朝盖与不用等人在黄年港用计志取生辰刚水浒第一神人公孙盛江思探的北京大名府梁忠祝收买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要进京卫彩经驻寿的消息告诉朝盖后大家就想干一票大买卖 但是当时的朝盖与不用等人还是良民所以不用敲锣打鼓地喊着此处是我在此路是我爱要想打这果留下买路财的口号 无用只是略施小几用几筐山东大枣加几包蒙汗药就将武装押送的杨氏等人割翻制造了朝野震动的黄泥港大结案十万贯横彩就被他们轻易地收入囊中此案发生后杨氏下了亡命天涯而朝盖等人也抛家涉业地投奔梁山 落草为后从而揭开了群英大聚会的大幕此案当之无愧的是魏良山第一大结案 那么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竟然让许多人因此而改革命运 在当时把一千个质钱用麻绳穿起来就是一贯也叫两掉 一万个质钱是十贯 十万个是一百贯 一百万个是一千贯 一千万个是一万贯 一亿个是十万贯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 十万贯是多少钱呢 古代货币基本已经 铜钱其实是韩铜为主的核心为主要货币 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置不同 是铜本位置 铜钱是主要货币 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 昆曲有个代表曲目叫十五贯 说的是楼阿主因道十五贯 而杀死受殿主人永福禄的故事 可见十五贯钱已不算是小数目 根据宋史直观止 宋代一个宰相的本贫是月薪三百贯 一个普通 县令的月薪也就十五贯 当代宋史专家王增于天上 在他的月薪新传的第七章客服相悍一章中 曾经提到朝廷在给月薪的省察中有 第四支付六万十米 四十万贯钱 以作军需 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制 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 从而可见南宋出四十万贯铜钱 相当于十万两银子和五千两金子 曾经有人给出一个综合算法 将宋代一贯钱 定为三百元人民币 一两金等于三千元人民币 一两银等于一贯铜钱 等于三百元人民币 这样一换算十万贯大约是人民币三千万 而三千万之巨的结案 放在现在也是在暗要暗了 晃盖等人离家出逃 也就在情理之中 否则被逮住 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牢狱之灾的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